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号晚在日本在台交流协会附近的庆城公园 举办了一场国际慰安妇日纪念晚会 以施朗诵歌舞 戏剧等形式 呼吁大家勿忘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慰安妇所犯下的罪行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当天晚上的晚会开始前 现场所有民众先低头默哀一分钟 对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受害者表示追思与悼念 台湾副元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 这些慰安妇幸存者们不只是受害者 正是因为她们坚持不懈的抗争 才让人们意识到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她认为这些慰安妇们 是现代国际女性人权运动的重要推手 如果不是全球的这些慰安妇们 她们愿意坚持20年出来对抗日本政府 国际社会联合国 她就不会去界定慰安妇的制度 是一种军事性奴隶制度 是一种违反女性人权对女性的暴力 在当晚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战后70周年谈话 并没有对这些慰安妇们提出正式的道歉或回应 让晚会组织者与参与民众都非常愤慨 今天她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上梁不振下梁歪 我不相信日本会强大 我们要的其实是让这群被害人当年所受到的伤害 能够有机会透过来自政府的政策道歉跟赔偿 他们能够得到贫富 而近来由于台湾部分学生反科纲活动 慰安妇一体一度成为党内舆论的焦点 我们要求任何政党都不要再以慰安妇之名行政党斗歉之时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超越党败的一个女性人权议题 我们期待所有的讨论可以以女性人权为基础 去带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正确跟进步的一个历史遭遇 主办单位在当晚的晚会中 以诗朗诵 舞蹈 戏剧 歌唱等多种形式 表现慰安妇当年所受的苦难 呼吁民众勿望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犯下的罪行 不少观众在观看时都深受感动 今天晚上到现场的民众都会拿到像我手上 这样一个黄色和紫色的丝带 黄色代表的是反战争 紫色代表的是反性别暴力 主办单位表示 虽然漫长的70周年已经过去了 但是日本政府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 是永远不会被人们所忘记的 而这些慰安妇 阿嬷们 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他们所经受过的痛苦 也应该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知道 那么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 正义始终会有被伸张的一天 东南卫视记者 陈彦涵 台北报道 好 来看一下一条 14号下午 由北京出版集团与台湾出版商业同业工会 联合举办的精版图书 宝岛巡回展 即两地出版文化交流活动 在台北成品信义店拉开帷幕 这是大陆首家出版集团 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举办精品图书 寻展及文化交流活动 也是京台两地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在此次的巡回展中 北京出版集团精心挑选了 时间跨度长达40年 800余种 4000余册的优秀图书到宝岛展出 其中不法文明于华语文坛多年的佳作 和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北京文化艺术特色的图书 如《京剧汇编》、《北京古籍丛书》、《梅兰芳画册》、《似是同堂》等 深刻体现了北京作为世界级首都的深厚文化底蕴 而现代文学馆创办人、著名文学家老舍之子书以 也带了三本新作参加此次的巡回展 分别是《老舍藏奇白石画》、《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手稿本以及书以先生自己创作的散文集、《老舍的人文地图》 该书图文并茂地描写和展现了老舍在北京的足迹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就是在五四的作家当中 比较一直持续热的是老舍 我想在台湾大概也不会例外 所以会有很多读者关心他的绅士 所以这本书可以有参考价值 此次参展的书籍多为简体字印刷 台湾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呢 对此台湾出版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杨克奇表示 随着两岸出版界文化界频繁的交流往来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对于简体字阅读已不存在障碍 而大陆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人文类的书籍 也是台湾民众和出版商很少接触到的 这样的寻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保导民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而除了书籍的展示之外 活动现场还有雕板印刷等传统记忆的展示 主办方也将举办多场主题演讲 希望让台湾读者品味经运书香所带来的美好 感受祖国大陆深厚的文化地域 好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来 据环球网报道 日本和俄罗斯政府正围绕两国争议岛屿 南千岛全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问题打起了神经战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尼夫近日访问了其中的泽桌岛 日俄高层之间的互访正承受考验 当地时间12号开始 俄罗斯政府在南千岛群岛 日称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 举行全俄青年教育论坛 参加活动的青年等乘坐飞机抵达岛上的机场 这项旨在提高青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夏令营活动 2015年首次在南千岛群岛上举行 罗方欲借此 让年轻一代继承对南千岛群岛的实际控制 据日本媒体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 13号访问了泽桌岛 预计出席该论坛 据日本外务省官员透露 日本政府当天下午就此事 通过电话向俄中日大使馆提出抗议 另外有分析认为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将在8月下旬访问日俄争议岛屿 他在上月23号曾发表访问包括南千岛列岛的意向 媒体预计 如果梅德维杰夫坚持访问 已进入最终调整阶段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8月底访俄的计划可能被推迟 俄总统普京是否年内访问日本事宜也将受到影响 日俄就争议领土打起神经战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降温 根据俄总统普京的命令 俄罗斯从6号起销毁从西方国家围禁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 俄动植物检验检疫局表示 到12号为止 俄已销毁500多吨围禁食品和农产品 其中包括以防止病虫害蔓延为由而烧毁的一批荷兰鲜花 批评人士称 鲜花战争令俄与西方的关系进入新底点 与西方国家的对抗进一步升级 就相关话题 我们来看昨天晚间台变不适带来的深度解析 好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那么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是计划在这个月下旬 也就8月下旬的时候访问俄日的争议岛屿 而其实上的话 俄罗斯的副总理在昨天的时候 也就13号的时候 已经访问了争议岛屿中的泽桌岛屿 我们想请教一下 相同就是俄罗斯政府官员接连的来访问俄日的争议岛屿 其中有什么样的意涵 并且这会不会给日本来说带来很大的压力 过去俄罗斯给日本或者给国际社会一种的感觉 俄罗斯并没有就是说 好像一口咬定就是说 那北方四岛我一定不还你 他就把他当个是个耳 在调日本 要日本呢要拿东西出来换 不断的呢要对俄罗斯示好 因为每个日本的首相 每个日本的领导人 都把收回北方四岛当作是他的一个神圣使命 可是最近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态度 就梅德维杰夫他不是第一次来啊 他在过去其实已经已经来过几回了 那这一次来当含义上面来讲 除了对日本的施压 一方面呢要告诉日本 北方四岛在我的手手上 你不要在其他的议题上面来讲 过度的跟美国跟欧洲国家站在一起 对我采取一种所谓抵制 在当下包括日本积极的在邀请 普京的希望的今年能够到日本去访问 安倍在这盘算什么 安倍无非希望 我一定要做好跟俄罗斯的关系 除了俄罗斯将来在亚洲越来越重要之外 另外我不需要同时呢 开罪于中国跟俄罗斯 希望能够分化中国跟俄罗斯 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跟俄罗斯做好关系 北方四岛就没得谈了 所以他在积极做这件事情 可是梅德维杰夫他们的动作就是告诉你 一方面我巩固主权 我进一步的深化开发 我会让北方四岛的形势 走到一个你日本想要都要不回去 不过他终究是四个岛 我认为俄罗斯在里面的操作呢 是有阶段性的 换来说他对其中的两个岛 我认为特别的侧重 另外的两个岛 似乎呢还保留着一些谈判的空间 所以他既保留着对日本的 调日本的耳 但同样另外一方面 也让日本在某些岛屿的未来 表现得呢更灰心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头条热搜环节 本栏目和国内领先的网络 推荐引擎产品 今日头条合作 为您盘点上周 有关联案 国际和军事的新闻点击排行榜 大家呢也可以在网络上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的订阅号 梳理头条新闻回顾一周热点 首先来看看有关 立案的头条新闻排行榜 名列第一位的是 宋楚瑜参选2016 提出六大承诺 呼吁终结内耗恶斗轮回 据台湾媒体报道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6号上午宣布 参选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跨出这一步 一起找出路的 参选演说中 宋楚瑜提出六点承诺 呼吁终结内耗恶斗轮回 并指出 未来台湾的关键词 不是斗争 不是蓝绿 不是输赢 而是合作 分享 互助 将心比心 一起打拼 此前 宋楚瑜曾经三度参与 台湾地区领导人 副领导人选举 即以落选告终 那名列第二位的新闻是 洪秀柱花大钱打选战 蔡英文指控被驳斥 针对蔡英文抨击 洪秀柱花大钱打选战一事 洪秀柱九号晚上回应反批 自己是公认 有史以来最拮据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若蔡英文阵营 还想在花钱打选战 此传统抹黑伎俩上作文章 只是徒惹自己打脸之意 谁在花大钱 打一场超训的华丽选战 谁在无所不用其极的 搞选举动员 社会自有公平 那第三条热点新闻是 美国权威期刊狠批蔡英文 作用暴民放弃民主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台海专家郝志坚 在最新一期的学术权威期刊 外交加上撰文评论 尽管蔡英文在民调中领先 但很多人担心 民进党已经放弃民主 因为民进党采取 中东的聚重姿势做法 作用暴民 并资助极端分子 攻击台湾的行政部门 使得美国越来越难认为 台湾是所谓的民主模范 文章称 民进党追求台独引起台海危机 恐怕美国拖下水 因此美国必须检视对台政策 好 下面来看头条热搜 国际军事新闻榜的前三位新闻 名列第一位的是 刘尼汪岛发现更多飞机残骸 如闲窗 铝箔 坐垫 在失踪了五百多个昼夜之后 MH370航班的残骸首次被发现 目前已经确定 今年7月29号 在位于印度洋上的法属流泥汪岛 发现的飞机残骸 确定属于失联的马航MH370客机 对于调查人员来说 确定军复役来自MH370只是第一步 能否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解开客机失踪之谜 更受人们的关注 第二条热门新闻则是 埃及庆祝新苏伊士运河开通 据新华社报道 埃及新苏伊士运河8月6号正式通航了 新运河的开通将大幅提高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能力 预计也将为埃及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 为此 埃及政府宣布 8月6号为全国假日 埃及首都开罗街头和其他多座城市 也都盛装打扮庆祝新的苏伊士运河开通 第三条引起高度关注的新闻则是 东盟通过社南海声明令人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 东盟系列外长会6号晚改在结束之前 匆匆发表了联合公报 其中有七段内容 枢及南海问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号强调 中方愿与东盟国家一道 凝聚共识 深化合作 管控分歧 独立将南海介绍成为 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只是对于个别国家充满私利的行为 各方需要警惕再警惕 千万不能着了道 好的 今天的头条热搜环节就是这样 今天节目就到这 关注东南卫视 台海最新闻的新闻 除了收看周一到周六 中午12点的海峡五报 以及周日到周三和周五晚间 九点档的海峡新干线之外呢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我是紫乔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